今夜最新 带您关注全球对抗新冠病毒又有好消息了 这是南韩药厂赛特瑞恩14号公布了抗体疗法三期临床试验数据 不但把治疗期缩短了将近五天 而且超过七成的重症患者症状也解轻 这好消息也带动了赛特瑞恩股价大涨 南韩药厂赛特瑞恩从1月开始在美国 南韩等13个国家 对1315名志愿者进行试验 结果显示包括高风险族群在内 超过七成的受试者 严重症状获得减快 康复期也可以缩短4.9天 셀트리온이 글로벌 임상 3상을 통해 코로나19 항체 치료제 레키로나주의 가치를 입증했습니다 논란이 있었던 임상 2상 결과와 달리 3상에서 효능과 안정성에서 통계적 유익성을 확보한 건데요 赛特瑞恩的抗体疗法 2月就已经获得有条件的批准 成为南韩国内第一个本土药物 用来治疗2700多名高危险族群的轻症患者 如今试验的结果传出结报 药厂也准备向南韩政府申请完整的授权 赛特瑞恩 5月已经跟巴基斯坦的国营企业签约 准备出口10万片的抗体疗法药物 可以提供3万名的病患使用 赛特瑞恩也说 它现在在澳洲和印度交易国家 以及印度交易它的抗体疗法 专家表示 凝床试验证实 对高风险族群 及早可以单一期单出抗体药物 住院率甚至死亡率就可以减少5到6成 进而减少医疗体系的负担 陈宇里边也 在澳洲和印度交易国家